要在黄色书包里放书本 拿走拿走 书本这么重我才不要装 小赛罗 我要书本装我这里吧 给你 我要把变形金刚放粉色书包里 好的 谢谢小迪家 太好了 还有一个我就装满了 变形金刚这么酷应该放我这里 给我拿来吧你 黄色书包 你干嘛抢我的变形金刚 我喜欢你管得着吗 算了算了 老师说了 学校不能带玩具的 我还是装课本 这些对上课有用的东西比较好 但小朋友都爱玩玩具 谁愿意看书啊 这么枯燥乏味的东西 粉色书包 我的奥特曼游戏机给我放好了 小贝利亚 你的游戏机为什么不放我这里啊 放我这里吧 我可喜欢玩游戏了 不要 我喜欢粉色 才不放你这里 谢谢你 小贝利亚 不过学习的时候不能玩游戏 我还是不要了 那好吧 给我给我 我要游戏机 给你 粉色书包我还有一个就装满了 看来小奥特曼还是喜欢我的 好了 我要来检查书包了 黄色书包 你先来吧 看看你都装什么 你怎么装了一堆与学习无关的东西 不行 我要给你打零分 还要没收你的东西 早知道就放一本书了 现在又变成空书包了 哎呀 真倒霉 粉色书包 你里面有放玩具这些东西吗 有就快点拿出来 老师 我没有这些东西 你随便检查 有作业和课本 不错不错 粉色书包非常好 你是一个优秀的书包 老师要给你打一百分 还要奖励你奥特曼勋章 谢谢泽塔老师 真倒霉 早知道我也装学习有关的东西了 这次真的便宜粉色书包了 糟糕 家里只剩一个草莓蛋糕了 妈妈 给弟弟吃吧 我做哥哥的 应该让着弟弟 小迪 你真懂事 谢谢你哥哥 蛋糕真好吃呀 可惜哥哥没吃到 有了 小小迪这些零花钱 你存了很久了 你为什么拿出来啊 妈妈 小迪哥哥那天没吃到蛋糕 我想给哥哥买一个草莓蛋糕吃 你能带我去买吗 原来是这样 我的小小迪长大了 当然没问题了 哥哥哥哥 你快来啊 我来了 哥哥 快看我给你买了你 最爱吃的草莓蛋糕 这可是你弟弟用他 存了很久的零花钱给你买的 哇 弟弟 你真的是太好了 我爱你 弟弟 哥哥 我也爱你 这就对了 你们两兄弟之间就应该相亲相爱 互帮互助 黑暗渣鸡是坏人 我要擦掉黑暗渣鸡的颜色 你不能擦掉我的颜色 等我恢复我不会放过你的 哼 黑暗渣鸡 我有泽塔奥特曼的保护 才不怕你呢 我擦 正义橡皮做得不错 贝利亚 你总是干坏事 我今天要擦掉你的颜色 臭橡皮你敢擦掉我的颜色 等我恢复了我一定带领我的怪兽小弟去收拾你们的 哼 贝利亚 我有迪加奥特曼保护 我才不怕你们 我擦 托雷基亚你 经常抢小朋友吃 老是欺负我们 我要擦掉你的颜色 觉得我是你被老爹的好兄弟 你不能让他擦掉我的颜色 哼 托雷基亚 我一直相信光 我才不会站在黑暗这边 我早就和贝利亚断局关系了 你既然是他的好兄弟 更要擦掉你的颜色 这一橡皮擦 你不能擦掉我的颜色 小朋友们会给你们打零分的 托雷基亚 小朋友是站在我们光明这边的 大家一定会给我打一百分的 我擦 正义橡皮擦干的不错 现在黑暗军团都干不了坏事了 大家都会送你小花花 谢谢杰德奥特曼的夸奖 还好我们怪兽流得快 不然和他们三一样的下场 这件战衣是赛罗奥特曼的吗 这件战衣是迪加奥特曼的吗 这件战衣是贝利亚的吗 错了 我们的衣服搞错了 而且衣服的颜色也不对 给迪加奥特曼喝红色的饮料 迪加奥特曼变成了红色 迪加不喜欢红色 给迪加奥特曼喝绿色的饮料 迪加奥特曼变成了绿色 迪迦不喜欢绿色 给迪迦喝蓝色的饮料 太好了 迪迦喜欢蓝色的饮料 给赛罗喝红色的饮料 赛罗变成了红色 给贝利亚喝绿色的饮料 贝利亚变成了黑色 太好了 大家都恢复了正常形态了 给贝利亚变成了黑色